我從來沒有說我自己多有錢 我也沒有自稱貴婦或自稱名媛 從來沒有過 我就是一個努力工作的人 我更沒有說過什麼看不起窮人這件事情 寶貝寶貝寶貝不要哭 眼淚是珍珠 王思佳麗蹦公開驗報結果 陳怡續轟驗高假哭小死人 每一個名秀寫清清自助 以防有那些小賤人 哎呦我沒看過這個款式 怎麼會有這個寶寶貴貴的唷 你今天就是要讓那些井底之蛙看清楚 讓你這個悲慘的人生有一點彩色的氛圍 我現在呢不好意思 有一點點很害怕被扣帽子 所以呢直接讓我講完 來吧 來吧 寶貝寶貝寶貝不要哭 眼淚是珍珠 王思佳因為被質疑上節目 琳達是假愛瑪士遭到各路網友言上 13號他開直播宰除構證 也公開鑑定中心的驗報結果 閨蜜觀影也同步在線喔 我們會請代購 所以你有時候買東西要看 你可以問我 可以下次 這個是我其中一張構證 先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拿去眼的包包的結果 我有拿到的這張證書 那這個包包呢是absent pee 我也知道 搭訕送回店家是最保險的 可是因為我覺得你們等不了 我也等不了 所以呢我就交給專業的機構去判定 中間在等待的過程 其實我也沒有選擇 我也做了很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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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叫我 不要多說話 多說多錯 多說多錯 我也知道我在第一支影片裡面說 喔 如果怎麼樣的話 代購什麼什麼的 我XX 要翻那個代購 我弄他獨裝十八蛋 我沒有要甩鍋給任何人 我也沒有要讓代購這個行業被質疑 所以我才會說 如果我的東西有問題 我就會去找代購 所以前提是要 東西有問題 就有朋友送的 有廠商送的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一一記的清楚 什麼東西 每一樣的細節 怎麼樣的這些 更不可能 真正的保留了每一張東西的單據 私人的物品有疑慮的東西 我們會自己去求證 我就不再對外說明了 我的人設 從來不需要去假裝 或者是刻意營造什麼樣的形象 我從來沒有說我自己 多有錢 我也沒有自稱貴婦 或自稱名媛 從來沒有過 我就是一個努力工作的人 從來也沒有覺得我自己高人一等 我喜歡買東西沒有錯 但是我從來沒有瞧不起任何人 我更沒有說過什麼 看不起窮人這件事情 但室內水果專家成衣 對於貴族世家的回應 不是滿意 假庫念稿假庫念稿 說好要弄代購卒宗十八代呢 自己到設計師螞蟻直播底下 對號入座 把人家罵庫不用道歉嘛 有種上小紅束直播跟網友對峙啊 之前的囂張拔戶都去哪裡了 IG淘拍賣餐真是笑死人了 XX三吧 真的是少在那邊覺得我 其實以前的我 早就已經Key Poop的跳出來 可是這一次 我真的是想要 成熟一點的處理這件事 我想要讓你們看到 我是有所成長的 以後就不會再回應這件事情 所以 就是祝福大家 母親節快樂